我們繼續收聽我們的清新論壇 我不知道遠三最近有沒有注意到一則新聞 就是倒國前進的一些年輕人 因為他們說你國民黨說要修憲 結果現在修憲破局 昨天我先講清楚 我們今天是6月17號 昨天6月16號的時候 衝進了賴世保賴委員的辦公室 結果他們說今天下午一點 要再去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 遠三如果你是國民黨 每天三天兩頭有人要衝你的辦公室 衝你的黨部你會怎麼做 這根本胡鬧嘛 因為據我所知今天其實是國民黨 在開中常會 那麼這些所謂的倒國前進 什麼公民憲政聯盟 我們先不要談他們提的這些訴求是怎麼樣 因為訴求都是鬼扯 都是鬼扯 你的立委占多數 然後就一定要去強佔別人家門口呢 不過要來談一談就是 一旦有抗議者抗議到了你家門口的時候 該怎麼辦 是 學長我記得我們以前有一次到了這個 中天門口是太陽花時期呢 要去抗議中天 就是抗議彭華幹啊什麼 就是去講太陽花女神 對 修理女性 對 修理女性 那所以他們就去中天前面抗議 學長有沒有印象 當天中天是怎麼樣回應的 中天呢一來呢當然是找了這個警察 把這個巨馬圍了起來 那他在後面的陣線上 就是派出他自己的記者啊 員工啊在後面拿著大聲公 跟他們對嗆 對 唱歌對嗆 對 所以後來就是這些太陽花 就搞不起來了嘛 那我不知道各位網友呢 有沒有看過一段影片 就是台南市議員謝龍健 就調侃蔡立青 有看到嗎 有有有有 就是當時的蔡立青民進黨的議員 想要來這個嗆謝龍健 結果謝龍健的反嗆回去 然後去酸他調侃他 獲得網友大肆好評啊 是 聽管不成反被修路 是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 作為人或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的正道 可是有一個問題 你覺得國民黨裡面有這樣的人才嗎 哎呀其實據我所知啊 嗯 今天6月17號的時候呢 才有一個國民黨高層啊 告訴我 我就問他們說 今天他們來抗議你們有什麼反應嗎 這個高層說 我們不要隨之起舞嘛 他們就是塑造一個媒體版面 我們不要去理他們呢 幹嘛去跟他們擴大衝突呢 那當然啦 這只代表他那個高層個人的說法啦 但其實我也有遇到很多國民黨親民的朋友 其實都覺得應該是要來反制一下的 對 怎麼反制呢 如果是我 你看我們今天在開中常會呢 我們家在辦喜事 在辦正事耶 對不對 你們外人一些小丑竟然來這邊砸場 怎麼樣 很簡單 就是給我超大的喇叭 然後呢 就一排黨工嘛 人不用多 三五個就在門口 就直接對嗆 就OK啦 廣告你看到時候你們台聯啊 什麼島國前進啊 動員了二三十個人 今天來也沒很多 好像也只有二十個人 天氣超熱的 下午一點鐘太陽最熱的時候 然後到門口 烈死了 還好沒有下午會累累 對對對 他們那個時候烈死啊 滿頭大汗啊 然後還要在太陽底下 然後拿著大聲工講 國民黨就拿著超級大聲工 反嗆回去 就說反對民粹 反對暴力 就好啦 對不對 那前面的三五個黨工都站在前面 然後呢 這三十個人這個暴力集結來的人要抗議 結果版面全部都是 國民黨工他們英勇神威 所以你們準備了那麼久 安排了一兩天的這個行動 結果你們一下 這個連銷帶打就化掉了 而且今天那些抗議員是還丟雞蛋 是 超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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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國民黨門前都是雞蛋肉 還要清洗洗半天啊 那這個太陽很曬啊 然後整個雞蛋根本就烤熟啦 都堅熟啦 非常的臭 如果呢 這個我是國民黨的黨員啦 或者說如果我是國民黨的智庫好了 我就會建議 安排黨工在前面 你就大聲的跟這些雜蛋人士嗆瞎 你丟啊 你丟啊 看你幹不敢丟到我身上 這些抗議員是不敢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紅瘦柱小辣椒的精神啊 你打啊 你打啊 你敢打嗎 所以就更好 正好讓全國老百姓可以看到 這些作秀人士 只敢對著空無遺物的建築物 在丟雞蛋 但是遇到人的時候呢 就貓了 就說了 就怕了 反而看到了 國民黨門口 當家守護的人 是多麼英勇強害 這正好符合了 柱柱姐的精神 這點我跟你想法不一樣 我的想法是 如果好像今天要丟雞蛋 我又是國民黨 我就拿那個消防水柱出來 好醜啊 我要沖乾淨 就全部沖下去 然後那個人呢 因為不好意思 有些人可能被淡 他可能被捏破了 手上來死 我們幫你沖一沖 全部一次沖得乾淨 紅瘦真的比我更狠 我覺得這個方法比較好 那你剛剛聽到說 有國民黨的人說 就不要隨之其武 大家忘了 去年的3月18號 對 國民黨當時的想法是 不要隨之其武 就人家鬧了快一個月 對 對你有幫助嗎 沒幫助啊 沒有任何幫助嘛 所以我覺得 國民黨今天要搞清楚 人家就是擺明衝著你來 而且很重要一點就是 他看你軟弱 對 他看你好欺負 就每天到人家找你麻煩 你一旦硬起來 他知道 柿子沒辦法挑軟的吃獸 他們自然會激囊而退 否則你國民黨 永遠被連打趴在地上 對 所以你越道歉 越不隨之其武 人家就只會越騎到你頭上 看今天 人家都已經把雞蛋丟到你黨部門口了 下一次就是直接把雞蛋 丟到你們主席辦公室門口了 到時候難道 你要不隨之其武嗎 對啊 或者是你國民黨不隨之其武 好 那我可以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吧 那下次我們找個理由 也去包圍民進黨黨部去丟雞蛋怎麼樣 對 而且其實我在網路上看到 是有非常多的這些藍營的支持者 他們早就已經看不慣民進黨這樣 胡作非為 也希望能夠號召有志之士 共同的反擊去包圍民進黨黨部的 對啊 你有雞蛋我們也可以有雞蛋啊 你會丟我們也會丟啊 不是這麼好怕啊 誰怕誰啊 更何況是你們無理在先嗎 我們只不過是正當防衛罷了 我們是這個禮尚往來 對 我們是禮儀之幫的人民 所以人家怎麼對我們就怎麼對人家 這是禮貌的基本原則 我們先休息一下